各位法师 各位善知识 南无阿弥陀佛 为各位说万有理论 从星光化为尘 到伊犁为尘造世界 今天我们会讲到很关键的时刻 也就是宇宙的成结 叫太一造死宇宙 比大加一点的 叫太 一二三的一 车祸造势的造 开始的事 太一 是指我们 成结的初开 也就是 到了成结的时候 一切 还是回归到新的原点 如《华言经》说 若人亦了之 三世一切佛 因观法戒性 一切唯心造 是啊 一切都是新造的 说起来简单 那么 讲起来千言万语 都不能道尽其万一 也就是说 若无端的 只是从某一点插入 那么其结果 对于新造万物 还是会不知所云 因此 自由我们 万有理论以来 从 上一个注解的 宇宙三迭计 我们隶数了 一切唯心造 莫不由于 当前众生 一炼心 心理力学 原理 所创造 而心理力学 是指两个因子 一个 是最初一炼 无始无明 他所创造的 叫宇宙总集体 第八阿赖也 我们把它叫三世有 三世有 就是本有今无 本无今有 三世有法 因新而有 他就叫三世有 宇宙总集体的第八阿赖也 其主要的成分 就是由无明言恨 恨言行言誓 誓言明誓 那么这样的十二个轮子在转动 宇宙自古千古以来千百万转 莫不由于 所说的十二因言 宇宙再大 都离不开十二因言 但是 不是一心所创造的吗 对 它叫 人生各格别业 第八阿赖也 为什么要用人生呢 就是指 太初 原始 无明 它跟三世有不一样 它叫 毕竟有 那么 那么 我们无论前面所说的 前面的宇宙三叠记 就是在阐述 从 毕竟空 到毕竟有 那么 这个历程呢 总计啊 一千两百亿年 说进了 宇宙一切 唯心所造的 心路历程 那么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来阐述它 终究还是要说 华元庆所说的 若人欲了之 三世一切佛 因观法界性 一切唯心造 唯心造 当然就是指 一离围城造世界 不但是我们的宇宙呢 来自于 这个 一离围城造世界 就算十方诸佛 最伟大的 这个 法界之都 那么诸佛之海 如法藏世界海 都离不开 一离围城 所以 法元庆说 十方诸佛所都 十方诸佛所集的 法藏世界海 他说 法藏世界所有城 一一城中 建法界 也是围城造世界 不过 比为尘 非此为尘 我们说佛世界 就是指我们今天所居住的宇宙世界呢 是贪嗔吃 沙盗人所造的 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不美满 不美好 充满了罪业的 因此 连我们所造的围城 都是老九花城 由劳心劳神 而产生了新的围城 那么法藏世界海 彼佛清净世界呢 是由诸佛的清净心 无染心 无为心 大悲心 这个空观心 真空心 大空心 由一切真空跟大空 无死清净心所集成的 彼佛世界仍然是围城所造 但是呢 它不一样 是清净心的清净城之所创造的 这个清净城 每一个城海里面呢 都有诸佛无量的大悲愿力 大神通力之所创造 因此呢 特特不同于说佛世界的围城 说佛世界的围城呢 从一围城中 不能全观法界 而从整个法界呢 也没有办法透视一围城 法藏世界则不一样 法藏世界所有城呢 每一滴尘埃里面 都可以动视法藏世界海 而法藏世界海 无边的神通 智慧大海 都倒影影现在一围城中 是不可思议 无能明镜的 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 而我们的说佛世界呢 贪嗔痴沙盗淫所造的宇宙世界呢 我可以从千百万种语言 无尽的善巧 乃至用无言同观 就一滴尾尘造世界 就不穷尽不能缩的大海 就一移就把它缩尽了 虽如此说 但有那么容易吗 世间人就这样就听懂了吗 不见得 那是因为我们有语言的障碍 有思想的障碍 还有各种民族风俗的障碍 还有各种宗教不同的障碍 还有迷信科学的障碍 还有通俗的民俗信仰的障碍 这在在都阻碍了宇宙为新所造的 这个伟大的工程 都来自于众生 不离众生当前一段 华尔如然的心理运动力学原理 它有两种运动力学 十二因缘无名的 无始无名 第八总集体阿赖言 它是如来圆圆圆子力 那么人生各个别院呢 这个心理运动力学 它产生了如来质质原子力 就是联子里面有莲花 莲花里面有联子 所以叫质质如来原子力 而华藏世界海 则不是圆圆圆子力 也不是如来质质原子力 而是如来圆圆圆母力 母亲的母 是诸佛之母 诸佛之母 诸佛之母 这个 一真 华藏世界海 所以它叫如来圆圆圆母力 那么这样不同的这个心理呢 其实呢 换句话说呢 我们身为众生呢 造就了无恶不作的这个罪恶的说佛世界 其实我们的心力是伟大的 为什么 若心灵的力量不伟大 则不能惊天伟地 而不能创造宇宙跟围城 而围城是宇宙最伟大的工程 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 我们可以说万有理论 将要产生新的统一场理论 统一场理论就是万有理论 对于我们未来的科学 未来的宇宙学 未来的太空科学 以及未来的宗教学 都会有这个万有理论的统一场 来成为人类最伟大的一个宝藏 这个宝藏是处全人类的集体智慧之所共有 而不是佛门独有 或佛教之所独有 为什么 因为它不离众生当前一恋 反而如然之心 举凡全世界的生灵生命 一切的生物全人类乃至微生物 都集体共有享有这个心理运动力学原理 心理律动以后造就了星光化维尘 星光化维尘造就了伊犁维尘 而全体宇宙有无量无边横河沙的这个围尘 都是现前有这一粒围尘所造的 我之前说了它叫色虚立子空虚立子 那么它产生了空有复变 前面太初宇宙三叠记是微星事变 历经了一千两百亿年的时间 它产生微星的事变 这个是宇宙的大事 所以华元经说 一个宇宙非以一阴一言一事而得成就 宇宙是三千大千世界 是无量阴无量阴无量事而得成就 它是无量无边的阴言才得以成就的 而这个得以成就 全面隶数从宇宙伟大广大的宇宙时钟 它的秒针的启动来自于精神环疏 从舊境天的第四空天 从那边精神环疏以来 我隶数了有恍恍恍恍其中有信 一直到恍恍恍恍其中有物 历经了它在心物初分产生空有互变的整个情形 那么它既然是全人类共有的一个保障 是一个智慧大库智慧宝库智慧思障 智慧大海它是全人类共有的 刚才说了 因为几番一切生命类都有彰前一炼心 一炼心就是心光化为尘 一炼心就是心理力学 一炼心就是心经因素 心经因素呢 是什么意思 心经因素 因就是看不见 素就是超过光束 因为什么看不见呢 换言之 即使你是天人 你是哪一层天的天王 你是宇宙刚刚形成时候的天王 你用你的天眼 都不足以透视 这一粒微尘是从哪里来的 那要怎么看才知道呢 一再地说 它叫五眼同观 哪五眼呢 叫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以及佛眼 要用这样的五个眼睛一起来看 光是用各成天的天王的眼睛来看 前不知其始 后不知其中 都会与其 与其其中 在生天地万有之后 在有天地之后 来推测到宇宙万有未生之前 没有一个人不迷惑在其中 这个 迷诀大海里面 为什么 那就是因为 每一个生在大千世界的每一个众生 其全生今世 它有一个轮回音质 第一叫做最初一念无始无明 第二叫十二因元 第三还有一个最重要 叫无始轮回 与其中 各位不只生在今天的 弦节千佛的弦节里面 各位仍然曾经在上一个宇宙 也就是这个庄严节千佛的这个庄严世界里面 生活了一千六百一年 那么再往前推 各位全人类 一切宇宙的万物都生存于上上个庄严节 在上上个庄严节的千百万个庄严节 就从那边一路过来 都有无始轮回在其中 包括你我在内 以各位曾经在这么多的宇宙海里面流浪生死过 各位 你怎么会知道宇宙从哪里游哪里照 当然更看不到宇宙是从星光化为尘 再由光阴化为尘 再由光阴变成伊犁为尘 那么光阴化为尘 在维新事变的时间 经过太初宇宙三叠记 一千两百一年 它在注节的时候 造业总共 欲注欲造欲作 总共有四百亿年 乃至因为造业的注节只有四百亿年 所以接着下来 它会变成坏节的时候 也仅仅只有四百亿年 那坏节四百亿年由哪里来呢 由注节四百亿年 看你在四百亿年中 这无量无边的众生造了多少月 假如注节造了五百亿年的这个月呢 那么它的坏节一定要足足五百亿年 才能坏进这个宇宙 坏节之所以仅仅只有四百亿年 那是因为注节里面造业只有四百亿年 一年也不增加 一年也没有减少 原因呢 是在上一个成节的时候呢 在造宇宙时间呢 它的光子云还有尘埃气体云 以及它的光阴降速呢 由超光这个云数呢 整个超光帷幕呢 它呢 足足有四百亿年 那么在上一个注节 它的星光化为成 它的星光超光帷幕呢 到了坏节的时候 因为没有在注节继续造 那么在坏节的时候 它沉淀了四百亿年 那么进入空节呢 也令星光超光帷幕呢 沉淀下来 为什么 它造业的主人呢 全部啊 在世界坏掉坏节的时候 全部的众生进入到第四产天 涉旧境地里面 去精神修课 那么这个精神修课 类似北极熊冬眠一样 集体全宇宙的众生 集体催眠 集体冬眠 所以我把它叫做总集体 宇宙总集体第八阿赖也是 也是 我讲的就是说 一切众生都具有四禅 那么很多世界上很多的瑜伽 都在绣四禅 你认为四禅呢 是要苦修 是要经过生来死去各种苦修呢 才能获得四禅 其实不然 一切全体众生 任何微生物 都共同拥有进入四禅的权力跟能力 因死而有 因结而有 因事而有 有这个宇宙坏结的这个大事 那么有因才有 有事才有 事是什么 事当然是 这个造业只有四百亿年 坏结也只有四百亿年 空结有四百亿年 以此之故呢 全体 这个众生的精神修课呢 其实呢 从坏结算起 也足足有八百亿年之久 让祝节里面的 星光化为尘的超光为目呢 在足足八百亿年呢 沉淀降光跟降树 降树以后到了成节 众生集体 从第四禅天 精神还书 像北极熊冬眠 从冬圆起来 大概有一半的众生还没有起来 沉淀在四禅天里面 有一半以上的众生 都从四禅出定 那这个一半到底多少呢 把宇宙所有的星球都 萃成围成 那个数量 大概还不到 从四禅出来众生的千百亿万分之一 我讲个事让大家听 叫世界有尽 而虚空无尽 若将虚空比世界 这世界再广大都是有尽的 而虚空绝对是无尽的 再来 若将众生比虚空 则虚空有尽 而众生无尽 而众生有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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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众生所造的贪嗔痴 沙盗淫 一切的业力 是无尽 无尽 无穷 无穷 又无穷 以此之故呢 那才会有心光化为尘 而伊犁为尘 造世界 穷 宇宙之大 就不知心性之光 就是这个心 那么 特别是 如来 直指原子力 这个原子力 众生现前一段心 叫心理运动力学原理 而这个力学原理呢 是宇宙一切万有引力的根本 也是统一场的根本 各位法师 各位善知识 南无阿弥陀佛